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讲《老子道德经》第21章 自今击谷,其名不去,以悦众伏,五合一之众伏之状在一辞 那么前面大部分章节讲的都是道,哪怕是说人的境界也是从道的方面去考虑的 描述的,那么这个其实呢,这个道德呢,叫天道,人德 那么大自然,印含在大自然当中呢,就是道 那么人呢,就是从道那个地方去德,到道,叫德 那么其实用一个字来进行了概括 那么在这一章里头呢,老子就用,就解释了德大概是个什么样 那么跟道之间的关系 那么孔呢,就是指大 那么道是不分大道小道的 大道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在老子的描述和认知当中呢 道就属于这个厚,重,就是很厚 啊,那个,跟底厚那种厚,就是很好,雄厚 那么德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根据人的不同啊 德的情况也不一样 那么,所以德跟道是有区别的 道是没有大小的,德有大小,有上有下的 嗯,因为前生道是个人嘛 嗯,如果是上德,就是跟道一样 当德,你得,从德最多,你得到最后,什么都没得,你就没有道了嘛 那么道德也就都没有了嘛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在这呢,老子首先就说了 那么,孔德之荣,就是孔,是指大 荣莽就是面貌啊 荣莽就是一个概括 就是去描述啊 就是去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思 嗯,恍惚呢 或者呼谎呢 恍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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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都一样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种界限 很明显的这种标记,标志去区别的 那么,摇呢 就是主义深远啊 很深,横远 像大海一样的感觉 明呢,就是指幽暗 嗯,就是说,你说没有这个光芒 也有,那么大海的深处 那么,这个海的表面上嘛 嗯,还是光线比较充足 就感觉不那么,那说句实话 就属于叫又深又圆的一种感觉 见不到底 那么明呢,就是指 啊 阴暗 嗯,也叫这个幽暗 就是,慢慢的就光线没有了 一直到最后呢 嗯,比这个纯黑暗呢 纯暗呢 还有点这个光 就是这种意思 经嘛 嗯,说句实话 嗯 这一个词呢 嗯,涵盖面呢 是比较广的 那么经啊 就从某种程度上讲 和神,嗯,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经呢 嗯 从 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来讲 就是属于灵魂 嗯 就是说 嗯 用中国这种文字 文化 语言去中国人这种传统的文化语言 去描述呢 那么还有一个字叫义 就是义式的义 啊,义间啊 义义啊 那个义 那么可以说 跟这个神呢 经啊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经呢 在这也是神的意思 那么灵性啊 或者说是义啊 嗯 由于这个佛教传统叫本性啊 那么在这 我们也可以不要避讳另外一个词 叫灵魂 或者魂魄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在这里这其中有一个叫 其中有信 这个信呢 也是说人说的话 那么在这呢 就是说 人说的话嘛 都是真的 就是 信嘛 那么这里头就有一种叫本性 就是因为你真的是来自于本性 那么这里就有一点这个延伸 这个信呢 也可以说是人说的话 那具有可信 嗯 只要人说的话 那就是可信 说这个人呢 你做成了 但是你说有时候罢狂 那就其实呢 是对不起人 那不能叫信了 不 就说一骂人的话呢 就叫不是人说的话 是不信 哎 不是人骂 哎 那么人话呢 就是来自于自己 任何一个人的 这个本性的东西 那么信 哎 这里我们就是理解 这个信呢 就是指本性的意思 那么 阅呢 在这里意思呢 就是观察 那么我们阅读啊 那就是观察去辨别 那个意思 读嘛 就是说去识别 嗯 伏啊 就是指本源 这个 众福呢 这只是万物的本源 万物的起始 那开始的那个时候 那么 大概呢 就是 这几个个别的字呢 我们就 挑出来 那么解释一下 便于我们在这个解读当中呢 再去理解 老子这个 的意思 那么 孔德之荣 为道 是从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德 因为德呢 是人 就需要的大德呢 是跟道一样的 而大道的这个形态呢 是从 道 为道是从 是从道那个地方 只能从道的地方来得到 哪怕你说 就是说你从别的地方得到 那也是道 因为它隐含在里面的东西 和我们 带人接物啊 看着实际上呢 带人接物这些东西都都隐含着道 那么我们不管从哪儿得的 那其实呢 就遵从道 你才能成为德 你从道那个地方得的 才能叫德 那么至于你其他的 自己认为就是德 那未必 那么他这个地方讲的就是 大德 就是 比较就和道一样的 就是上德之类的这种 得的比较多啊 就是 只能 依照道那种啊 的道理 的那个理而来 那么 孔德之容 唯道是从 就是你 大德的这种形态呢 只能 从道那里头 去得来 哎 就是说 从 道处所得 那么 道之为物 如果把道呢 你的道这个东西 说句实话 说句实话 现在 我们是一步一步 随着老子去 进入这个道 这个道呢 它不是物质 那么 但是物质世界 是 也不是道创造的 而是物质世界呢 是由于 这个精 这个神 这个魂 这个魄 这个魄 这个意 或者是说 另外一种描述 说给它一个 它既不属于物质 也不属于非物质 它既不属于运动的 也不属于非运动的 在第三方 存在的一个东西 一个这个存在 不能说东西了 因为你硬要把这个道呢 因为这个道呢 就是 哎 这些精啊 这些魄啊 这些魂啊 这些灵魂也好 或者说义啊 制定出来的 这么一个规则 它本身不是物 那么 不属于物质世界 那么但是 我们要去理解它 非要把这个道啊 用物来描述的话呢 那么就算是 为广为乎 描述不清楚 因为它本身 就不是个物质 那么 但是呢 尽管是 恍恍惚惚啊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恍一会儿呼 就是说飘忽不定 但是呢 其中 是有一些迹象 有一些东西 我们能去感觉到它的 恍惚惚惚 就是在这个 恍惚惚惚当中 那么你也从中 可以说呢 你能感觉到 认知到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认为 它是一种物 物质 但是呢 它不是物质 所以只能用 恍恍惚惚啊 来 这个 近似于这种 物质去描述 实际上也 却也是如此 因为道不是物质 也不是非物质 没法就描述 描述 但是它又是一种存在 就和我们这个灵魂 这个神 它后面讲的这个经 这个意等等这些东西呢 它也是一种存在 它既不是物质 也不是非物质 它没有形状 但它是一种存在 说这种东西 究竟是什么东西 以后我会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答复 那当然了 是要叫在讲完统一论以后 把那些东西 把真正的东西来讲出来 它没有任何形状 不含有任何物质 那么究竟它确实是一种存在 这个很奇妙 大家其实都能感觉到 那么最后我会告诉大家 它在哪里 那么其中也有物 就是你说 把道当作物去讲 它恍恍惚惚 确确实实是存在 那么其中呢 确实实是有物 就是你可以领略到 它关于这个 这个规定这个物质 怎么运动的一些东西 我们呢 就是它有这种存在 这种感觉 这个物在这不是纯粹的物质 就是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能够认知到它的存在 那么遥系灵系 就是它又深又远 又幽暗 就是你实实在在是 没法描述 你说一个球 我还知道它个球状 那么它这个 你说是球吧 它确实是个圆的 你说它 你球和这个 球外面是有个边界的 你说边界在哪 又搞不清楚 说不清 但是它确实实是存在 那么就是这种意思 那么其中有物 有物就是 我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那么感觉这个存在 什么样子呢 就是 既广大又深远 又 这个幽暗 不是那么明亮 但是又不是黑 就是描述起来 确实是比较有难度 那么但是呢 老子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呢 确实它有经 其中有经 有什么 就是我 老子试图用另外一个字 去进行解释这个经 我就说呢 有神 有灵魂 有魄 有魂魄 甚至于义 实际上义这个字呢 也是祖宗们 把作为一个本性去讲的 你们说义时呢 就是义的识 其实我们有时候说义时 是属于非物质层面的 是其实是义 是非物质层面 那个识呢 是要 是义呢 要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动词 那么其中有经 这个经呢 就是说有这种 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可以认为就是其中有物 那么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么其中有相 也是一样的 相 物 经 就是 属于物质 属于非物质 非非物质的东西 那么其经甚真 这个东西呢 确确实实是真的 但是恍恍惚惚 你说不清 但它确确实实是真的 这个老子是体验到了这一点 那么他能告诉我们 也就到这 叫谁也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没有像我们说 发展到今天 那么 到底我会告诉你 那是什么东西 其经甚真 这确实实是真的 真的是什么意思 它是叫一种存在 就是真的存在 而不是说 还有这么恍恍惚惚了 但是呢 老子的感觉 就是这种恍惚惚惚 但确实实是存在 你说不存在是绝对不现实 也不客观 不真实 那肯定是存在 那么其中有信 这个信呢 我刚才说了 就叫本性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本性 实际上老子体会到 这个物 这个像 这个经 跟这个信 实际上 甚至于我说的 那个义 魂 魄 神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一样的 其中有 其经 甚真 是真的 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 有信 信呢 就是说自性 从佛家来讲 就是属于叫自性 叫本性 那么老子 把这个道呢 就是这么 描述了一下 那么他 其实讲解的 就是他前面讲了 孔德之荣 为道是从 那么老子 肯定是有德的 并且我估计是大德 那么大德 已经看到了 这个道 基本上就是一个全面 但还是 黄黄乌乌 乎乌 黄乌 黄乌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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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在是 没法描述 他在这个地方 用了四个字 来描述这个东西 其实他哪一个 都觉得不是那么满意 你像这个 这个 相 物 经 信 那么 你只能描述到这了 那么老子呢 就继续往下讲述 他作为一个人 从到处是怎么得来的 那么就是 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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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现在往上古时期 去 那么这个名字呢 是 不能废除 就是我们不能否认他 不去 就是否认 那么这个名字呢 不能否认 你不管是说什么 那前面写了那么多字 甚至有其他的描述 那么这个名字呢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给他个名字 说这种东西 这个存在 我们是没法否认的 那么凭着这个 没法否认的存在 我们用这个 没法否认的存在 就可以 解读到 就是观察到 众朴 就是万物的一个起源 它是怎么开始的 从哪开始的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真 它是为了说 这个东西确实是真的 你有这个东西 那你就可以 就是解读到 万物的这个起源 的开始 本源 是哪来的 那么老子就 其实他就是说 自己的一种感受 所以他最后就讲了 那么我 就对这个过程的 那么认识 我是怎么 无何以之 重负之状呢 我怎么能知道 这个万物的起源的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形状是什么样 就是是怎么回事呢 以此 以什么 以得 就是从到 那个地方得到的 就前面讲的 这黄黄乎乎乎 黄黄 这个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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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存在的 物也好 像也好 经也好 信也好 那么 就凭 从道德的这个东西 为道实从 从道德那边 来得来的东西 那么就认识到了 这个 众福 就是这个 万物的本源 那么 这一个呢 这一章呢 老子也尽了 他最大的努力了 那么 我们要想去弄明白 实际上呢 说难不易 说易不难 反正就是慢慢去品味 那么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这是一种思路 就是一种 感知 嗯 以那个的说法呢 就是站在老子的角度上 去解读老子所述 所留给我们的这些遗产 希望大家能从中得意 好 这一章就讲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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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